從心理學上來講 不見得不好 要看你在什麼年紀 什麼年齡段做這個夢 我們舉牙齒掉好了 例如說你是小孩子 夢到牙齒掉 你大概會開心 因為媽媽可能會給你一個金幣 會給你錢 牙仙子 對 但是如果你是老人 你夢見自己牙齒掉了 或頭髮脫落 你大概就 醒來心情就不好 就好像又老了這樣子 轉頭看枕頭上真的好多頭髮 心情就更好 但如果是成年人的話 這兩個大概都 對 就你最近的健康狀況 不一定已經生病了 但是你自己知道 好幾天睡眠狀況不好 或者是說運動太少 或者是吃得不健康 那你就比較有可能做 這兩個類型的夢 就心理學上 徐老師 如果以佩儀剛才這個夢 其實你的夢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是 夢見已故的親人 第二個是夢見一個小寶寶 對 小寶寶 我們先說夢見已故的親人 或者是說 親人實際上還在 但是在夢裡面她過世了 其實在心理學上來講 等一下 媽媽是已經過世了 親人還在 對 但夢見裡面她們過世了 對 在心理學上來講 就代表說你的家人關係 或親密關係 最近是有危機的 甚至有很大的衝突 如果做到親人過世的夢的話 就代表說你的請醫師要提醒 你好好經營家人的關係 這個關係 夢見小寶寶是很有趣的一個部分 他還有分說夢見男生還是女生 對 其實懷孕不是只有生命的懷孕 它還可能是一個夢想 一個計畫的孕育 所以夢見一個小寶寶 就代表說你最近 可能在計畫一些事情 但如果夢見男生的話 這代表是 你在計畫一些比較陽剛 比較理性的事情 比如說要怎麼賺錢 要怎麼創業 這些比較陽剛的事情 如果夢見小女生的話 就是比較陰柔 比較感性的 比如說你可能最近想要結婚 或想要養一隻寵物 這些比較陰柔的部分 說這個俗稱鬼壓床 我自己做過實驗 那實驗做到後面 我可以自由控制 我要不要被壓床 怎麼可能講 我的狀況是 我只要是這樣養歲的話 然後特別是在出差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被鬼壓床 為什麼 後來我就問了我一些醫生朋友 他們說 應該就是說 第一個你出差會比較累 第二個就是說你 那個飯店的床跟枕頭 不是你習慣的 所以其實在睡的時候 你的這個 我們這個頸椎這邊很多神經 可能是被壓破的 然後突然醒來 然後因為我們人有很多神經 視覺神經 聽覺神經 跟運動神經 不是同時出息 運動神經通常是最慢的 所以你會看得到 聽得到 然後但是你不能動 對 那個時候你就會恐慌 我自己做過的實驗是說 我第一次被鬼壓床 我記得我是去台中 然後眼睛一睜開我發現 我的前面有一個 很像長髮披肩的女生 就在我前面就這麼近 然後我睡覺是全部關燈的 然後我心裡也害怕 可是我想說跟她拚了 然後不曉得多久 我覺得我有力氣了 我一拳打過去 我發現我打在棉被上 就是那個棉被 不曉得怎麼被我睡了 所以拱起來了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又做了實驗 我就讓自己測睡 一測睡就不會 就一覺到天亮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還是在那個飯店 我又養睡 半夜又是鬼壓床 所以這個 如果從科學 醫學角度來講 就是說你剛才講的睡眠 這個癱瘓症 可能就是說 你的 枕頭 對 妳的枕頭 跟妳的床的高度 崇老師跟五位錄完藥 我們每一個人買兩個枕頭 我們沒有在賣枕頭 沒有 你就是在賣床墊 角度來講 其實夢見高處墜落 跟你會漂浮飛起來 是一樣的意思 都是代表說 你在現實環境當中 你有很多的焦慮跟壓力 為什麼有人會夢見墜落 有人會夢見自己 會飛 那就跟個性有關 就是說或者處境有關 如果說你真正碰到這個困境 是幾乎無解的 然後你這個人 個性又比較悲觀 你就比較容易夢見墜落 跌倒 如果說你這個處境 已經快要解開了 就擦你們一腳 或者你本身個性比較樂觀 你就比較容易夢見是 你是可以飛起來的 像熱氣球一樣的 但是這兩件事情 其實都反映你 在台電的生活 你的壓力跟焦慮感太重要 夢見十